Hello大家好,我是大亥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來聊 P5X推出的全新限定角色 雷屬性的Bully 這部影片會帶你詳細刪入 Bully的各項技能、機制以及裝備 最後也會給出我的抽取建議 希望看完之後能夠更好的幫助你了解這隻角色 那我們就開始吧 Bully是P5X裡面的原創角色 在遊戲裡面的定位是擅長單體攻擊的反抗職業角色 屬性方面他是雷屬性的角色 然後弱點的屬性是冰 在遊戲裡面目前跟Bully同屬性的角色 只有星錦蘇宇 星錦蘇宇我們在新手開局的時候就有免費拿到 而且他在這次Bully的卡池也有up 會特別提這點就是因為星錦蘇宇他就是最適配Bully的一個隊友 雖然他的職業定位是支配看起來是打傷害的 不過 不論是Bully或者星錦蘇宇他們得有不少的技能 是可以提升雷屬性傷害或者 因為觸電關係而能夠提升傷害的 兩者同為雷屬性也非常適合一起出展雷屬性弱點的關卡 建議Bully的組隊搭配上面可以兩隻角色一起使用 接著我們來看到Bully的一些技能介紹 Bully最核心的玩法就是他追擊的能力 一失靈天賦的能力讓任意快到在攻擊的時候 Bully都會有35%的機率可以直接追擊 追擊完之後該名敵人下一次受到的電擊屬性傷害還會提升15% 除此以外Bully的技能3超系有獎勵雖然是個增益技能 但也能夠讓Bully打出更高的傷害以及追擊傷害 釋放技能之後能夠提升自身的攻擊力 以及選定一名友群作為玩伴 玩伴後續釋放技能造成傷害的時候 Bully就會進行追擊 Bully的攻擊增加跟玩伴的追擊效果都是持續兩個回合 並且在釋放完這個技能之後會有一回合的CD 這邊的回合計算都是以角色的回合為主 像是Bully假如說對琴音釋放了這個技能 琴音會獲得兩回合的這個玩伴效果 在下兩次琴音的攻擊 Bully都會進行追擊 而自己攻擊力提升的效果 因為是在釋放完技能之後才去計算的 所以你會看到下一次到Bully行動的時候 我們還有兩回合的這個攻擊力提升效果 最後Bully的highlight技能也能夠觸發他的追擊效果 在Bully釋放完highlight技能之後 任意角色的行動都會觸發Bully的追擊 持續一個回合 然後這邊的一個回合不是Bully的一個回合 而是所有角色都會獲得一個 釋放技能後讓Yui追擊的增益 所以Yui的highlight技能不用一定要等到Yui的回合才開 任何時候開都可以 然後Bully成功造成的追擊 它是跟一般的攻擊一樣的 會有弱點擊破的效果 那關於Bully的追擊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一定是有軍的技能才有辦法觸發Bully的追擊 其他像是普通攻擊 槍械攻擊 One more或者highlight 都沒有辦法觸發 他的追擊效果搭在追擊的敵人身上 原本是主目標死亡之後 Bully就不會追擊了 這個是Bully推出幾天之後才被修正的一個bug 那除了追擊的被動或者增益輔助技能以外 Bully另外還有兩個主動技能 方便可以打敵人單體以及打敵人群體 Bully的單體攻擊在攻擊完敵人之後 還有機率讓敵人陷入兩回合的觸電狀態 不過如果敵人已經處於觸電狀態的話 Bully的這個技能會轉為獲得30%的增傷效果 至於Bully的群體攻擊就比較普通 單純打所有敵人並且對主目標會有一個傷害提升的效果 不過在需要大量剖弱的場合 有一個群體攻擊還是蠻方便的 不過Bully的傷害主要來源還是靠他的追擊 因為Bully的潛能 分別可以提升Bully對觸電狀態下敵人的傷害 以及在他開啟三技能之後提升自己的暴擊率 甚至如果你有或者打算抽Bully的意識的話 會發現他的所有意識效果 都是在提升自己的追擊傷害 E11能夠提供追擊的暴擊率20% 對觸電狀態下敵人還會再有額外10% 總共30%的暴擊率提升 在這個遊戲裡面 目前暴擊率相對來說比較難跌到很高 所以能夠給出30%暴擊率的E11 其實效果非常不錯 E143能夠在追擊之後提升自身 10%的攻擊力持續兩個回合 這個提升相較起來就沒有E11那麼多 主要只有提供10%的攻擊力 而且Bully的三技能還有大招 都已經有給自己提供攻擊力了 E15能讓Highlight多一個 追擊的暴擊效果提升40% 持續兩個回合 提升幅度也還行 不過相較E141能夠無條件提供追擊暴擊率 E13需要開Highlight才有 提升幅度是絕對不如E11的 最後E16有兩個效果 在只有一個敵人的時候可以提升攻擊倍率 如果場上有多個敵人 他的追擊則會造成劍射傷害 E16的提升幅度算是比較巨大的 也讓Bully的追擊多了對群能力 如果很喜歡Bully Bully平常也課金比較多的玩家可以考慮這個E16 不過在專武跟E時間通常還是會選擇先拿到他的專武 Bully專武的效果能夠提供暴擊率18% 以及22%的追擊傷害 如果是電屬性的隊友釋放的攻擊導致追擊傷害的話 會再多額外的22% 總共44%的追擊傷害增加 對比零圖的四星暴擊率跟傷害都有顯著的提升 不過如果你能夠拿到Bully的滿破四星武器的話 暴擊率可以提升到13.9%以及最多36.8%的電極傷害提升 雖然暴擊率跟傷害的提升都還是屬專武 但是這種情況下 E16能夠帶來的更多暴擊率提升 提升幅度可能就會比滿破四星武器還專武來的多了 Bully的騎士通常是選擇轉變的四件套再加上成長的軸卡 轉變的兩件套還有四件套都可以給Bully疊更多的電極屬性傷害 加上成長的軸卡可以讓追加攻擊的暴擊傷害也獲得提升 50% 此條部分月亮選擇傷害加成星星選擇暴擊或者暴傷 星球選擇攻擊力 風刺條也優先以暴擊暴傷為主 這遊戲暴擊相對其他遊戲而言是比較難疊的 但Bully不論是潛能武器或者E11都給了比較多的暴率 也讓他相較其他輸出角色更容易知道暴擊暴傷帶來的收益 接著簡單聊一下Bully的隊伍組成以及實戰操作 Bully在實戰中會有最好表現的關卡當然就是有類屬性弱點的關卡 隊伍的組成除了男女主角以外 最後一個位置可以放像是奶媽或者一些能夠提供增益的角色 像是官方的推薦配置是帶上西森羊菜或者野貓盆子 主角的人格面具如果要跟Bully配合的話 可以戴上其他能夠掛觸電的類屬性面具 像紅色的這個面具就有蠻高的掛觸電機率以及效果面中還有消除電擊耐性等等 可以配合類屬性隊友的技能 其他如果你需要奶媽的話也可以掛像是獨角獸之類的人格面具 主角就根據關卡情況再去做合適的調整 再來我們進到實戰來看Bully的技能釋放順序以及配速 在實戰中我的Bully通常第一回合就會放超稀有獎勵 讓下一次友軍攻擊的時候Bully可以進行追擊 所以我建議Bully的速度可以比其他 都市簡易類的輔助都快一點點 被掛上文版標記的友軍在這一回合進行攻擊的時候 Bully就可以及時先進行到他的追擊 也因為我的Bully第一回合使用的是增益技能嘛 所以假如說你是有其他增益輔助的友軍的話 建議速度也是要比Bully慢 才不會平白狂被第一回合掛上的增益 第二回合Bully行動的時候 假如說隊伍的雷屬性角色夠多的話 通常我都會使用他的單體技能能夠打比較多的傷害 第三回合行動的時候雖然超稀有獎勵的CD已經賺好了 但是我還是會選用他的單體技能 因為第一回合掛的超稀有獎勵的增益 通常這個時候還在 而到第三回合的時候 其實通常我們也已經可以開到 一到兩次的highlight效果了 Bully在有highlight的時候即使沒有超稀有獎勵 所有的有軍攻擊的時候 Bully都還是會發動追擊 最後在highlight效果結束 第四回合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再開 超稀有獎勵 盡量每一輪都讓Bully可以觸發他的追擊 最後Bully值不值得抽 推出之後他理所當然的就是目前最強的單體攻擊角色 有了他一些雷屬性弱點的關卡絕對會有很大的提升 就算不是雷屬性弱點的關卡 前期開荒的時候有一個好用的主C 對遊戲體驗的幫助也會比較大 所以建議一般玩家都可以考慮抽一張Bully 至於專武跟義士我不太建議一般無課玩家去碰 畢竟目前這款遊戲是每兩個禮拜就推出一隻新角色 有新角色帶來的提升絕對比專武或者義士來的多 也特別提一下在Bully之後會推出一個看起來像是奶媽的角色 畢竟他穿著護士服嘛 不過這個角色跟Bully不一樣的就是 他很有可能不是限定的 因為官方公告寫的是他是限時UP 所以如果你是想跳過所有常駐角色的玩家的話 可能可以優先投入更多資源在Bully這邊 好吧那關於Bully的介紹我們就要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請問不要忘記點贊和訂閱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